小朋友是年代的嗎 是大幾年級的小朋友 公車上這名男子 不停和小學生搭訕聊天 還說要認識小朋友 一旁的家長還有老師勸阻 沒想到得到這樣的回應 大人嚇壞了 立刻向司機反映 而車子就停在路旁 等玻璃式大人上車 男子的怪異行進 全車人都在看 但他一點都不在意 警方勸阻後 這名51歲的男子 沒在騷擾學生 由於他沒有攻擊行為 不構成違法 但這群師生 從新北市被跟蹤到台北 這足足25公里路程 讓單純的校外教學 意外添了驚魂 男子宣布 男子宣布